就性价比而言 2.0的这四个卡石 提名约卡党玩家应该怎么取舍 首先是上半卡石的黑天鹅加复合影院 黑天鹅作为继卡妈之后 优异以DOT输出为主的限定女五星 她最好的归宿 就是剧换掉卡妈队伍里的四星DOT手 进DOT体系 不过由于DOT队的出伤机制 以及不吃双爆的特性 DOT队本质上就是个保下线不错 但上线不足的队伍 换句话来说 就是混沌回忆和虚构叙事 DOT队都能打到平均水平 但想要打到0T之类的 就有些困难了 不过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万金油呢 如果你已经有卡妈和软眉 那抽个黑天鹅的性价比会比较高 有卡妈没软眉 有0命龙丹 倒是可以补个2命龙丹 没有卡妈则直接跳过 隐约的话不推验抽0命 只推验补专舞或者补2命 因为虚数C已经有白送的真理了 强度还不低 打深渊完全够用 所以性价比方便考虑 只推验想上2命的玩家抽 直接变成龙灾回忆和龙灾叙事 策划就是想告诉我们 没有什么是数值解决不了的问题 如果有那就继续加数值 加半卡值则是花火加复合锦元 花火的实力相信大家都毋庸置疑 上个县尼同鞋软眉 深渊使用率已经登顶 这次的花火肯定也差不到哪里去 并且由于特殊的拉条和回点机制 花火并不仅限于量子队 它同时也非常适合隐月 锦元 银芝等一众主C 建议人手一个 而锦元则因为神军的机制 一直被诟病 并且命座提升一般 所以除了锦元除补个专舞 其他玩家建议直接跳过 缺雷C的话 可以等2.1版本的黄拳 黄拳大概率也是个C 总业来说 上半当作对体系快凑齐的 可以先抽黑天鹅 黑天鹅和二命隐月需要取舍的 优先二命隐月 加半只用抽花火 并且建议人手一个 那如果花火和上半黑天鹅 或者二命隐月有冲突 那也没关系 毕竟看这个视频的你 肯定可以单抽出金 十连双簧 顺利把老公老婆都抱回家